欢迎收看DDTV 我是薇薇 今天正是一堂非常重要的一堂课 因为目前正是SPM考试的季节 所以今天这堂课特别邀请了一位非常有经验的老师 来给我们上课 上的是什么课呢 就是华文课 特别要关注的就是华文试卷2 这个部分考试们都很害怕 因为要写很多的字 然后要有很深的了解 对那个作文要很深的了解才可以 所以在正式上课之前 我们先看看今天给我们上课的老师 是来自哪一所国中的老师 我们下课的老师 我们下课题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意思吗 我们下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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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要紧张的 我们下课题 就有什么意思 我们下课题 是的 我们要欢迎来自吉隆坡 甲冻卫星市国中的林佩芬老师 再次上到了ID.TV 老师 您好 威威 您好 老师 今天这一堂华文课 华文试卷二 很多考生都说很难 是的 所以我们就接下来听听老师 跟大家一起分享的 又管这个试卷二 首先请老师说说 这个考卷的格式 是的 好 来 那我们 今天在电视前的同学们 大家好 那今天老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马教育文凭考试的格式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大马教育文凭考试 一共有三张试卷 也就是试卷一 试卷二 跟试卷三 那试卷三的口语测试 已经过去了 而接下来 大家要面对的是 这个书面考试的 试卷一跟试卷二 而今天老师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试卷二 六三五一二 那我们知道试卷二里面 基本上它是分成两组 就是甲祖跟乙祖 那甲祖是现代文 乙祖是古代诗文 那现代文这个部分 全考的都是简答题 而题型有概述文章 也就是考一篇现代文篇章 然后理解题就二到三篇的现代文 那这个部分 甲祖这个现代文的部分 总分是七十分 那乙祖的古代诗文 全都是简答题 那如果是文言文的话 考的是理解题跟翻译题 也是一到两篇的文章 而运文呢 它的理解的话呢 是一到两首的运文 那这个部分呢 遗嘱的这个部分 总分是三十分 那老师在这边呢 要给大家提个醒 就是整章试卷二呢 会考至少五到六篇的文章 而这五到六篇的文章的话呢 我们要注意的就是 时间的安排 所以在这边 老师给大家一些温馨的提醒 就是在甲祖的这个概述文章的时候呢 大家呢 不要超过三十分钟 限定在三十分钟里面 把它做完 而这个理解题呢 我们用六十分钟 所以大概有一个小时 因为他考的分数是五十分 那遗嘱呢 我们建议的就是 用四十五分钟来完成它 那大家注意到的就是 要好好把握时间的分布 时间如果你分布得好的话 那你整张事件呢 才能够来得及完成它 我们要避免有一些题目 你没有做到 是 这样丢失的分数就不好 对了 老师我想知道说 这些格式里面 又有现代文 然后又有古代诗文 哪个部分比较难 哪个部分比较容易呢 对了 知道 今天也就是我老师要在这一边 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当一张事件里面 我们觉得有很难 很难回答 那其实也不是的 每一张考卷里面 一定都有它的难易度在里面 所以这个难易度 我们就要好好地去分析它 在这最后充斥的时间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把考卷的难易度 给分清楚的话 那在做准备的时候 做最后充斥的时候 就能够很好地做准备了 那基本上呢 我就根据我的同学生 他们在平常的练习 测试里面 所得到的这个成绩跟分数 我就稍微做了一些分析 然后我就发现 同学们要注意的就是 首先在概述方面 有些同学说概述很难 其实有时候概述也未必是最难的 他我也把它归类在一些容易的范围里面 为什么 因为只要你在概述的时候 紧扣题目来找内容 那始终你是可以得到一些基本分数的 那再来就是一些理解题 如果考的是作品的形象 人物形象 物象 或者是诗歌中的意象 这些都是可以提早做准备的资料 那再来就是一些开放题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科法题 那这些题目呢 他会问一些关于个人的意见或看法的 那你就可以根据个人的生活经验 或者是知识来回答这些问题 那因为是个人的生活经验 那就不会很难了 那反倒如果说今天比较难 难以回答的 我觉得不是提醒的问题 而是同学们所做的准备 尤其是关于这些文章里面的词语跟句子 有同学说我都读得懂 但是为什么我不会回答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 当这些词语 它的生存含义 或者是一些容易混淆的词语 比如说谦虚以虚为这样 两个词语就很难 很容易混淆 那我们就一定要把它搞清楚 再来就是一些句子的生存含义 或者一些句子的言外字意 还有就是句子的句式 它的表达作用等等 比如说有修持守法的句子 它一定有它的作用在里面 我们就要把它给破解出来 如果这些难点能够破解的话 那我觉得在回答问题方面 就问题不大了 老师说这些难点要破解吗 那究竟怎么样去破解呢 稍后来我们请老师一一跟我们解说 我们这里再休息一下 欢迎收看DDTV 知道说SPM考试现在正在进行 所以接下来就要考华文课目了 所以今天这一堂课 我们邀请了经验非常丰富的林佩芬老师 来教教大家究竟要怎么在考场上得心应手 老师 我听说盖数这个部分 很多同学都很害怕 是的 怎么办 怎么办 那老师就今天借今天这个机会 给大家分享一下 老师看到的问题 然后给大家提一个醒 好 那现代文的第一个部分盖数文章 有人说它很难 那其实难在于这个题目 它的这个出题的方式 题目的范围很多样化 你看我们基本上 我们可以把它分成四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这个部分你看 它可以要求我们概述概括文章里面的内容 这些内容可以包括一些题目 跟它的整个故事的经过 死末 前因后果 有关 或者是可以针对说这篇文章里面 把它的那些原因 反应 方法给说出来 甚至呢 有影响 看法 观点的这一些内容 再入出来 还有就是可能是一个故事里面 文章里面的人物的遭遇 情况 结果 把它给概括出来 就因为题目比较多样化 那有时候就会觉得很难以掌握 对不对 那不要紧 今天呢 我们老师呢 就就这一些出题题目的分类 给大家来一个小小的解剖 首先第一个就是题目分两个小题的 我们举一个例子说 概述小乞丐乞讨的经过 及多尔先生对他情感态度的变化 那这样的题目 它分成两个小题 它就比较分 比较清楚分明 第二种题目就是 它有特定的范围或要求 就是概述文中的人们 如何表达对盲人男子的关爱 你看我们看到如何表达 所以就有一个特定的范围 就是你要把它表达的方法给写出来 然后第三个题目就是 要求写经过过程 前后经过 前因后果死磨等等 那这样的题目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 概述作者对无声尊重的感悟过程 那这三种类型的题目 老师在看同学们应考的时候 得到的这个成绩的话 可以发现 如果第一第二题的这种题型的话 它就比较容易掌握 那第三题就会比较 这种题型就会比较难以掌握 主要原因就是这样的题目 针对前因后果 其实它是指事情的整个过程 死磨其实也是从头到尾的过经过 所以基本上这样的题目呢 就是你要把整篇文章的前因后果 整个经过都写出来 那学生在这一方面呢 就会比较难掌握一点 那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要概述文章的话 遇到这样的难题 我们应该要注意一些事项 首先呢 在这一边呢 时间有限 我就针对两个范围 就是审题跟读懂内容 这两个范围 来给大家解剖一下 那老师就先借这一个历史故事 子鹿为马 来出的题目分析一下 维维听过子鹿为马的故事吗 有有有 就他把那个鹿当成是马了 对 这个是的 就是当时候秦二世在统治的时候 有没有 这个赵高为了要霸权 所以考察一下他的大臣们 谁是扶他的 所以就把一只鹿指为马 那我们就这一篇文章 你的题目来分析一下 你看盖述 根据下面的文字 就是这个子鹿为马的故事 盖述造高 意图穿位的经过 答案之数不可超过125 文后需注明确实的字 这边呢 要有一个温馨提醒 这边注明字 不可以超过125 所以就建议同学们 你的字数不可以超过 那最好的话 能够给自己打格子 打好一个13行 各自13行 有130格 那你就容易记录你的字数 那我们再告回来看一看 整题的问题 这篇盖述文章的题目 是要考我们要求的内容是 造高意图穿位的经过 那我们就要把它解剖一下 整题的过程解剖一下 把字词搞懂 所以所谓的意图在这边 就是打算实现某种冤枉的想法 而篡位呢 是用不正当的手段 争夺君主的地位 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个题目解释一下的话 应该就是造高打算 用不正当的手段 夺取君主地位的经过 那我们看一看 把题目解释了之后 我们给他提个问题 我们都知道很多老师都会教同学们 用五个W 一个H 来提问 对不对 那我们就用这个方法 问一问 把为什么摆出来 造高为什么有此意图 造高的什么举动 可以看到他有这个意图 再来一个 造高怎样夺取君主的地位 真的是耗了 对了 我们有了这样的问题 那就一直会给我们提醒 那我们就不会离这个题目的要求太远了 很好的方法 对了 那在曾经学生考这一篇文章的时候 我发现就是刚才讲的了 他读得懂内容 但是为什么答不对 那这个就是在审题的过程里面 没有做到这一点 为什么 因为这篇文章 他的题目是造高意图串位 那造高串的位是情恶是胡孩的位 但是这篇文章在前面的第一第二段 却介绍了造高的出生 那介绍造高的出生 学生很多呢 就把这两段的文字给也概括出来 其实不需要的对吧 对啦 他不需要的 所以无形中在这一边 他们就浪费了二十个字左右 所以我们要在读的时候 读得懂之后 也不要忘记要针对题目来回答 读一下读一下要看回那个题目是什么了 就不会走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游花园了 那你看这个第三段是情死黄死后 所以造高串的位置是情死黄的儿子情恶是 所以要串 他串的位置是情恶是 那你不可能在前面第一第二段情死黄还活着的时候 你就把内容给搬进来了 所以这样的情况就是说 大家没有紧扣题目了 所以还是要紧扣题目 才能够把答案写得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 就是无声的尊重 那老师用这篇篇章 然后分析出两个题目 第一个题目就是根据这个文章 概述文中的人们 如何表达对盲人男子的关爱 那第二个题目 同样的篇章 但是题目不一样 作者对无声尊重的感悟过程 当然两篇文章字数不一样 所以我们还是要紧紧跟着这个字数来回答的 那我们来看一看 根据这两个题目的答案 他的要求就不一样了 你看第一篇 文中的人们如何表达对盲人男子的关爱 所以我们的内容 要针对只取文中个人物对盲人男子的关爱 但是如果题目是概述作者对无声尊重的感悟过程的话 我们的内容除了要写出文中个人物对盲人男子的关爱之余 还要加入作者的感悟 所以两个同一篇文章 但是题目不一样的话 答案的要求也不一样 一个是以 怎么说第三人称的身份去回答问题的 其实它都是第三人称 只不过第二个题目 它比较针对作者的感悟 我们要加进去 多了一个部分对吧 对 所以我们来看一看 老师也把答案给标示再出来了 所以如果我们说第一个你看 人们如何表达对盲人男子的关爱 这其中这篇文章里面 它牵涉到了七八个人物 这个每个人物 他们通过他们的举动 他们的关爱是没有声音的 他只是有一些行为 让座给他 让他排在前面之类的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物的举动 一一的列出来 这个举动一一的列出来 就已经足够这个题目的要求了 真的很浓缩 这个答案有没有 对对对 答案必须得浓缩 因为你得把所有的那些 字字节节给删掉 很多人物 他的举动是什么 都要浓缩在一百四十个字里头 是的 好 那如果说第二个题目 你看它不一样的角度 它是作者对无声尊重的感悟过程 在这边 你就必须针对作者看到了 当然这几个文中这几个人物的 这些举动 我们还是要放进去 但是要加入作者的观感 作者看到了这七八个人物的 这个举动之后 最后你看老师打标注 红色字的就是你必须要 作者的感悟 对了 在整个概述出来的答案的时候 它是不一样的 尤其是最后你必须要写 加入这个作者感悟到 大家对盲人无声的关爱 也是一种尊重 那老师这个部分 盲人 大家对盲人无声的关爱 也是一种尊重 其实在这个整个课文里面 有没有这一段句子呢 还是 有它在最后结尾的时候 最后结尾的三段 它就有带出来 因为作者整个过程看到 其实他们的举动都没有发出声音 盲人可能也不知道 这四周围的人的反应 那作者是看到 看到了他就觉得说 这种无声的这一种关爱 其实也是表达出了 人人对他的一种尊重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的就是 当我们在做盖数文章的时候 必须要好好的怎样 好好的审题 所以好好的审题 那你就可以争取到分数 像刚才的那一篇 无声的尊重 就有同学他面对这样的问题 我考他们第一题的时候 如何嘛 那你就写出个人物 如何他的方法 他尊重他的方法 但是有同学 也把感悟给搬进去了 那个就不需要了 对 反而吃了很多字了 对 字数有局限嘛 125个字 那这个局限的125个字 你如果把后面的这些资料 给放进去的话 那就会面对一些问题了 什么问题呢 你的字数已经太多了 那如果你字数达不到这一个 125个字里面 要把内容完整写出来的话 那你就会其中一些重要的内容 你就会没写到 你就会被逼要放弃它 所以这样的话 我觉得如果你把题目审好来 那内容就不会错失一些分数 那还有就是小心的审题 避免分数流失 所以除了我们要争取分数 我们也要防备 我们的分数流失掉 那在这边建议的话 就是大家读一段 看一次题目 读一段就看一次题目 对的 好 要记得这个提醒 老师说要读一段 就重复看一次题目 这样的话就能够掌握到 更好的分数了 希望考生们能够记得这一点 来 我们再休息一下 SPM好文事件二 还包括了现代文理解 林老师 这个部分要怎么取分呢 这个部分它的范围最多 分数占的是一半 这张试卷的一半 所以今天我就拿一些提醒 来跟大家分析 然后跟大家分享 我们如何把它的艺难度 给找出来 好 那在这个考试前 在我学校里面 我就拟了个问卷 问我的学生 然后其中一个题目 我就问他们 关于现代文理解 它的问题在哪儿 然后从同学们给我的这个反馈里面 我就概括了这样的一些问题出来 就是有同学说他不会找重点 有些明白整体意识 但是他还会表达重点 那有些同学说他不太理解文章的转折 中心思想 还有作者表达的感情 还有不知道如何针对作者的心情感受 心理变化来回答 那也有说写不到答案所要的重点 导致错过了分数 那也有同学说的复据 就此手法的答案 基本上都不知道怎样回答 还有就是科办出的题目会比较难理解 所以回答不住题目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调查很好用 我觉得很多学生都有面对这个问题 对对对 我觉得很多同学 在今天看到了这一些答案之后 都有认同感 那我总结了这一些学生 面对的问题之后 我发现重点就是四个字 就是同学们没有好好地理解 文章的深层含义 那文章的深层含义要怎样去理解呢 在我们阅读这个现代文的时候 首先我们会速读 或者是我们会读一个初步的理解 其实那是不够的 我们必须要去精读 只有精读才能够深入的理解 只有精读我们才能够找到文章的深层含义 那意思就是要读多几遍了 他可能要读多几遍 对 然后当然平常累积的基本功也很重要 对不对 那来到考试的话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鼓励同学们 当你在阅读的时候 你必须要推敲 或者是每一个字词 你都要去剖析一下 理解它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每个字词 每个句子 甚至是每个段落 详细的去把它揣摩 到底它的意思是什么 内容是什么 那进而才能够理解整篇文章 那到底我们在理解整篇文章里面 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我们要将心比心 去了解作者要告诉我们什么 因为不是只是字面上 他要告诉你罢了的 他一定有一些 他要传达的意义在里面 而这个作者要告诉我们的 真正的那个道理也好 意义也好 那他其实就是所谓的生存含义了 老师会特别提到物象吗 这个部分 会的 会的 因为我也看到这个问题 提出了这个问题 是的 好 那等一下 我在我的提醒里面 就会提出了这个物象 因为很多人也把物象当成是人物形象 我也试以为是人物形象 其实不是老师 不是 好 我们稍微听听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接下来老师会根据不同的提醒 来给大家分析 首先我们看提醒一 提醒一呢 我是在自这个走远 王伟峰走远这篇文章 那这篇文章里面 拟了一题 是平息云芳斋 李老板的形象 那这一题就是人物形象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题目的答案 出来乍到 就是李老板出来乍到 就想要站稳脚跟 没有踏实的干 急功近利 或者我们也可以 用另外一个答案 这个省城开店后 才来小镇开分店 敢于挑战其他行家 证明他经验老道 那我们去看一下老师 给你们标注出来的 这一个黄色点的地方 这个从文章里面是看不到 但是前面的那个部分 出来乍到 就想要站稳脚跟 文章里面是有的 那边有 所以这些就是言外之意 他跟你讲 出来乍到 就想要站稳脚跟 告诉我们什么 他的言外之意就是 你还没有踏实的干 因为你一来 你就想要宣兵夺主这样 看到吗 所以这样的人他就是属于急功近利 然后他如果敢这么做 意思就是他经验老道 他才敢接受挑战 所以看到吗 这个就是深层含义 言外之意 这个真的有一点困难了老师 好 那刚才威威问的这个问题 就是关于物相的问题 那物相的问题 我曾经在这个撑伞的人里面 也拟了这样的一个题目 就是中午课文里面 中午课文撑伞的人 他其实是讲伞 开始他讲是下雨的时候 我们撑了伞 但是后来从第八段 第八段开始 这个伞的意思就变了 就是他转成了这个伞 是指的是保护伞 或者是披护所 所以第八段里面的 这个伞带出来的 这个就是把伞这个物 它的象征意义给带出来 不是实体的那个功能 已经不是实体 我们摸得到的那个伞了 所以这些就是物相了 所以保护伞在这边 它是有比喻的一作用在里面 就刚才我们讲的 在这个生成含义里面 很多时候同学们 在看到修持手法的句子的时候 他没有去理解 这个修持的作用是在哪里 好 再来我们看第二个 这个句子是来自于 带上灵魂去旅行 毕书敏的文章 他说生命本是宇宙中的 一条微薄的碎莲 所以我们要做到 首先来把这一些 字词剖析一下 对不对 字词剖析的话 我们会发现 这微薄就是微小单薄 就分量很轻的 很小的意思 碎莲指的我们知道花 碎莲是一种花 花很多时候都代表着 是什么 美丽的意思 所以我们看一看他的答案 这个是通过这个比喻 就是比喻成什么 碎莲 拿物来做比喻 是最好 最贴切的 最能够具体化的 那我们可以看出作者认为 生命是渺小而美丽的 所以这个渺小是微薄 对不对 然后美丽就是碎莲 所以这些物像 理的题目 我们就必须要知道 这个物的象征意义在哪里 那题型是理解词语的含义 也是同样的一篇文章 带上灵魂去理行 因为考这一题的时候 后来有同学问我 老师 我不知道半径是什么 是半途吗 还是什么意思 对 很多同学就把它 半路半途的来回答 其实不是的 这个半径是数学里面的 这一个词语 数学词以来的 就是圆圈的中心点 到边缘的这一个距离 就叫半径 所以我们想看 半径我们知道 如果我们读数学的话 半径如果大的话 长的话 这个圆圈就会大 半径小圆圈就会小 所以一辈子只能在 这个肚子画出的半径中度过 所以这个如果我们拿这个圆圈 作者把这个句子里面 我们看到它是 比喻这个圆圈是个肚子 所以肚子如果胀大的话 意思是什么 吃得很薄 对了 如果肚子这个半径小的话 肚子小去了就是饿了 对不对 所以你每天就是在想 我的肚子脏饱还是饿的 这一个 所以这一边 懂得半径这个词语 你才能够理解回答得到 如果不懂 把它当成半路半徒 跟我一样 对了 就不一样了 就丢失分数了 所以答案就要求我们要围绕着了 围绕着终生为满足温饱之求 而奔波来回答 所以你看他的答案就要求 因为担心没有钱 而不敢去尝试一些东西 因为怕花太多钱去玩 会没钱买东西吃而忧愁 那一辈子只能为三餐而烦恼 所以就是一辈子只能在肚子里面 花醋的半径中度过 没有去旅行 好漂亮啊 这个句子 很优美 因为毕书敏的文章都写得很好 再来我们再看 题型五 我们针对开放题来谈 那开放题里面 今天的这一题 我是借用了这个 聘论的这篇文章里面 他说如果你是西奥 在演讲当天发现稿子不见了 那你会怎样做 为什么 那我们看看标准的这个答案就是 我会勇敢的面对观众 因为当时这个西奥 是被在这个音试的时候 他是被要求站在台上演讲的 所以我会勇敢面对观众 尽我的能力背出 我所能记得的文稿 那做人要有死有终 虽然是不完美的结果 但勇敢尝试 好过逃避问题 那第二个标准的答案就是 我会逃避 打退堂鼓 逃离现场 以其在众人面前出丑 给人嘲笑 不如我选择放弃 两个立场的不一样 很开放的一个答案 对不对 但是我们再看一看 学生能写出来的答案 他说我会揭穿亚当斯 这个亚当斯就是偷了 这个西奥的讲稿 所以还有西奥的讲稿 因为亚当斯又先讲 所以让这个西奥就很懊恼 他的稿被人家抢去先讲了 所以学生就会写我说 我会揭穿亚当斯 然后因为讲稿的字体不相同 那第二个答案 我看到学生写的 我会向主办方提出要求 推迟演讲时间 帮忙找讲稿 多给我时间 接受另一个新题目 那这些答案 其实他都不能够接受 为什么 为什么不能够接受 因为他不符合逻辑 怎样讲逻辑 虽然说他是开放题 有同学讲 为什么我开放吗 我就写 其实不是的 开放的话 你也要忠于原稿 因为文章里面 这篇题目问你 如果你是西奥 对不对 你还是要针对 这篇文章的背景 这个文章里面的背景 当时候他的稿 是用打字机打的 那你现在怎样讲说 字体会不相同呢 这个就不符合逻辑了 第二再来 你现在去面试 你不是主办方 你不可以随便提出 你的要求的 这个就不符合逻辑 答案就不能接受了 没有分数了 对了 好 再来我们看 另外一题开放题 他说通读全文 你认为带上灵魂去旅行 是一种怎样的旅行 那标准答案 是根据文章里面 他说 这个带上灵魂去旅行 是告诉我们 在旅行的过程中 我们要去学习 思考 体验 获得人生的感悟 那我们来看一看 同学们写的答案 非常随性的答案 你看他最后的那个部分 就是去旅行 带上灵魂去旅行 是一种很轻松 很自在的旅行 可以玩得很快乐 做最开心的自己 当然 也是不行 今天我们讲旅行 每个人都会这样 对不对 我去旅行 我就是要开心 对 但是你不要忘记了 这个答案是 带上灵魂去旅行 要的吗 看看题目 你要跟着 你认为带上灵魂去旅行 你必须还是要回归文章 这个算是离题了是吧 对了 因为他写的是 个人的理型心得 他不是针对作者 对 作者的 他跟着个人的理型心得 而不是文章 作者要告诉我们的道理了 完全离题 完全了 对 好 再来我们再看这个提醒7 那这个提醒7 是参约感上是一种情怀的 这篇文章 题目问的就是 文章列举了好一些 把感伤之情 倾注于创作之中 成就了好作品的实际例子 请从你的生活中 举出另一个例子来说明 那我看到的话 就是有学生的答案 就是他拿了电影《卤冰花》 电影《卤冰花》 讲的是早要的美术天才儿童 他的作品被肯定是在他死后 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感伤 对不对 他的找腰 启示了人们对教育的深思 你看这个《卤冰花》 在文章里面没有出现 但是我们这个答案却可以接受 那为什么 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三个题目 你看这三个开放题 首先第一题 如果你是细傲 第二题 针对题目 带上灵魂去旅行 第三题是从你生活中举出 看到它的差别 从你生活中 那个就是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感受 一个体验 那其他的就是 你要针对文章 你是作者 你应该自己做 这个要小心一点 好 我们再看一看提醒八 赵老板常叹一声说 都是在这个圈子里混饭吃的 得劳人处且劳人吧 你赞同赵老板的看法吗 是写出你的理由 这个是走眼里面的一题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 赞同不赞同 赞同的话是二人有天收 正义绝不会辞到 这个都是学生的答案 很豪迈 接受的都很好 很标准的答案 不赞同也可以 每个行业都有各自的竞争力 各方都想拿架对手 以此来提升自己 好 这些答案 我们都看到 赞同跟不赞同 都可以接受 那我们看下一题 这篇小说表达了 一个积极健康的主题 你同意吗 请加以说明 那我们看看 这个答案 可以写不同意吗 这边举的例子 学生都是同意的 那薇薇 你也思考一下 看看这个答案 可以不可以写不同意 老师 如果我写不同意的话 他会不会说离题了 因为他说这个小说表达的是一个积极健康的主题 如果不同意的话 就是没有积极健康了 不积极了 就不能了 对吧 是对的 老师 是的 所以这样的题目呢 我们是不可以写不同意的 为什么 因为这篇小说 拼任 他在两个人物里面 一个是正面的 一个是不正面的 然后一个是偷稿来读的 一个却很搁拥着 那种稿件的人 所以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其实他拿了一个好跟一个不好来对比 主要就是要称作好的 要表达一个积极健康的主题 那如果你今天把它答不同意的话 意思是说 这整篇文章的主题思想 你都全是错误了 所以真的要看清楚题目 有些时候呢 你是可以持同意的看法 或者是不同意的 但是有一些呢 是完全不能够不认同的 对吧 老师 所以看清楚题目非常重要 这里再休息一下 那SPM华文考卷2呢 还有考大家对古代诗文的理解 刚才说了现代文嘛 那现在就是古代诗文了 请林老师跟我们解说一下 好 谢谢薇薇 那我们今天来看一看 这个诗卷2的第二个部分 遗嘱的古代诗文 翻译题跟简答题 当然时间有限 所以老师今天呢 只跟大家谈文有文 这个部分 那我借这篇文章 四敬不至来更加谈 跟大家一起谈一谈 那这篇文章讲的是 孟子为其宣王约 王之城有托其妻子 于其有而知处有者 比其凡也 则动哪其妻子 则如之和 王约弃之 曰 自尸不能自视 则如之和 王约弃之 曰 四敬之内不至 则如之和 王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这篇文章 他讲的是什么呢 讲的是什么 首先就是 这个孟子 他对其宣王说 假如大王有一个臣子 他这个臣子 将他的妻子儿女 托付给他的朋友 那自己呢 就到楚国去游历 等到他回来的时候 他的朋友 却使他的妻子儿女 挨饿受冻 那么他应该怎么做呢 那其宣王说 和他绝交 那我们在读文言文的时候 要注意的就是 你看这边老师 标注了一些词语 首先是妻子 那妻子呢 在我们今天的意思的话 就是太太老婆的意思 但是在古代 你看到妻子的话 其实他是两个人物 就是妻子跟孩子 所以这个就是古今意义里面 那另外一个地方 我们要注意的 你看这个反字 反字你看是相反的反 其实它是通甲字 应该有个走之而在里面的 反 所以翻译起来的话 通甲字你就要注意了 这个就是回来的意思 所以在古文里面 当我们在阅读的时候 其实我相信很多老师 甚至网上面也好 我们的这个资料 这个电视频道的 ID面里面 都有这些资料 我们的DELIMA里面 可以熟读 那我们再看这个第二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孟子又在问回这个齐宣王 他说假如有长官 不能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下属 那么该怎样对待他呢 齐宣王就说罢免他 孟子又说 一个国家没有治理好 那么对他的君王 又该怎么办呢 齐宣王环顾周围的大臣 把话题扯到了别的事情上 不要回答这个问题 对了 他就不回答他 老师 为什么这个 以之会是罢免的意思呢 以之 以之 OK 好 那这个我们看一下 以之呢 其实这个以 它是停止的意思 今天我们如果翻一翻字典 所以当我们在读文言文的时候 要注意的就是字典 一定要勤劳地翻 如果你去翻这个以之 你会发现 它的意思 会在那边注明停止 就是停止的意思 那一个官被停止工作的话 就是什么 罢免他了 对了 所以在这边你看老师 标注的这个诗诗 这个掌官 这个以之 罢免 这个动词 对不对 这些就是实词的字意了 所以有一些词语 我们还是需要 好好的去查字典 然后知道它正正的意思在哪里 都是可以熟读吗 老师说对吧 对的 请老一些就好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篇文章的最后这一句话 王顾左右而言他 那这是一句成语 意思就是指扯开话题 而回避难以回答的问题 那到底齐宣王为什么要顾左右而言他呢 那我就这一边 那我们看刚才我们发现这个孟子他先举了大臣的这个把妻子托付给朋友朋友没有帮他顾好他就讲绝交而弃之因为不讲义气嘛对不对 第二如果一个这些高官没有好好的管理他的手下的话 那我们就把这个高官被罢免他停止他的工作 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个题目里面同学们没有回答的很正确首先你看这个四分必须要提到他被罢免齐宣王心虚或者不知所措没办法回答 那同学们很多时候给的答案就会有所漏洞 就是你看齐宣王拉不下面子 因为他回答的话 他这个王就要下台了 然后齐宣王不能罢免自己 所以只能顾左右而言他 所以老师如果我这样回答 齐宣王他为了维持自己的尊严的话 他选择不正面回答标准吗 这个答案可以这样吗 维持自己的尊严 其实跟这个第二题的答案看到吗 拉不下面子 所以你维持中原这边可以拿一分 然后后面这一个他就 他就不要回答 那个也一分 所以那个就是两分 两分的题 对对对 也没有满分 没有 所以我就是因为看到同学们很多在这个答案里面拿不到满分 所以我就带出来这样的题目跟大家一起分享 记得这个顾左右开 还顾左右的人 然后扯开话题 这是一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因为他不要回答孟子 那为什么他不要回答孟子 所以我们讲深层含义的话 加多一个问题 为什么 每一个动作都有一些他要表达的意义在里面 所以看到文章局的一些动作的时候 多思考两个问题 为什么他有这个动作 对 老师就快要考试了 所以老师有什么忠告还是提醒特别要给考生的吗 那在这边呢 在这边老师要预祝同学们 考试顺利 金榜提名 那对于这一些DDTV里面所有的资料呢 同学们都可以到Delima上面去找 对不对 市面上网上面也很多 然后呢 之前的Success SPM里面 也讲了很多很多关于怎样作答的一些技巧 那同学们不妨可以上网去再去观赏 好 我也非常谢谢林老师 今天来到我们节目现场 跟大家来了一场这么有意义的课 然后也祝考生们在考场顺利的马到成功 好 我是薇薇 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